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老虎作为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 人类想要跟它和平相处绝非一事 就算是对待动物园中的老虎 管理员也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跟它维持友好关系 而大部分措施都是软翼兼施 既要给它们足够的关怀,也要试试敲打一下 不要让它们门声出逃的想法 此前一家动物园就专门上演了一场杀鸡紧猴的戏码 就是希望老虎能够知难而退,千万不要轻易出逃 工作人员专门穿上老虎的服装假装逃跑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和警察非常配合地困住了假老虎 而警察同时做出了击毙老虎的动作 随后假老虎倒在地上 工作人员将其放在担架上抬走了 看到这幅画面,动物园的老虎真的有点懵 一脸惊讶的表情,看上去非常好玩 就连狮子也待在当场 估计这幅画面已经给他们带来了心理阴影 之后再也不敢轻易逃跑了 其实除了动物园里这些凶门的动物之外 就算是家养的宠物也应该采取一下相同的方法 否则他们真要忘乎所以了 比如之前主人为了教育一下狗狗 专门订做了一个跟狗狗一模一样的蛋糕 还当着狗狗的面将蛋糕一刀切开 感觉狗狗看到这个场景瞬间被吓蒙了 连表情都有些不可思议 估计这次经历肯定会让狗狗终身难忘 以后再也不敢轻易招惹主人生气了 所以说人在和动物的相处过程中 一定要适当采取一些强硬的手段 否则很难实现和平共处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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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